那假如一个美女可以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同一首音乐作品的话 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效果的时候应该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就是这个MV是怎么生成的 大家可以知道它是一个改版的清花词 那整体的效果包括土字都是非常清楚的 那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这个我们待会再说 那我们先说一下情绪的表达 这个用的依然是我们的float 那同样我在Running Hub上呢 给大家构建了相应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点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工作流呢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们简单过一下 首先呢设置真频 我们加载一个头像 而且呢只用了头部这样一个照片 下边呢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音频 这个是主模型 然后我们用到的采样机就是这个 大家注意啊 我们在生成这个情绪重定项的时候呢 需要设定两个参数啊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emotion给它选一下 那它这提供的情绪呢是比较多的 比方说有闹啊 就是什么都没有 有生气的啊 还有这个开心的 还有这个吃惊的 还有这个悲伤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 那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你需要的这个情绪 另外一个参数就是这个啊 emotion CFG Scale 这个如果你用传统的1.0啊 它是出不来太大的效果的 我们建议呢是5.0到10之间 10呢有点太过了啊 所以说呢我这用的是8.0 那你看一下每个情绪表现都是比较到位的 我们在讲float的时候呢 其实呢忽略到了这一点啊 所以说呢我们先给大家把这块给它说清楚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这个MV是怎么生成的 这个呢我们依然是通过ACE-STEP技术来生成的 这个技术呢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那COMFUI呢原设是支持ACE-STEP这个技术的啊 可以生成MV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ACE-STEP的官方文档啊 是由COMFUI提供的 那这里边呢其实提到了一些新增的技术 比方说呢可以参考音频来生成我们对应的音乐 另外的话呢多种语言 它这也给了不同的实例啊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 中文是这样去做的啊 说我走在深夜的街道啊 那偏音是这样去写的 那我之前呢其实在上面带音标 这个不太合适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方式 这个效果就会好很多 好下边呢我们假如说想生成清华词这种歌啊 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性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呢我依然是通过大语言模型来完成的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很多工作跟我们之前说的都很像啊 第一个就是我先问他 你知不知道清华词这首歌 以防止他的知识库出现错误啊 大家看一下 他说他知道啊 这是周杰伦的清华词 然后呢我又问他说 请打印一下这个歌词 大家看一下这个歌词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希望呢 把每句歌词改写成如下拼音歌词啊 那下面是一个例子 我走过深夜的街道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ZH啊 我走过深夜的街道 注意每一句呢是以ZH开头 另外拼音的读音啊 用数字一种形式进行标注 比方我就应该是这样写 那你会发现 他会把整个的这个歌词呢 给他写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用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都知道在原生的这个ACE steps的工作流上呢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需要有一个音认的描述啊 是一个标记形式的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呢是这样写的 那这个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我同样是用大元模型来生成的 那我首先给了他一个例子啊 说这个呢是音乐的一种tag的描述形式 就是标签的描述形式 那你觉得清花词这首歌的tag应该如何写 那他就给我写了一个 所以说呢由于我不是太懂音乐 我就直接把这个给他沾上去了 是吧 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 你注意啊这个工作流呢稍微有些变化 我们先看传统的这个工作流 那我们先看一下最原始的这个工作流啊 这个工作流呢是直接他给的一个例子啊 大家看一下他生成了120秒 就是两分钟的这个音频 另外的话呢 这用的是日语啊 因为他主要实现了英语和日语的这个字符的一个对应关系啊 所以说呢他可以直接用日语 而不像中文我们需要去什么 去做一个拼音的改写是吧 而且他采样的速度依然是很快的 下边呢我们来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 大家现在就开始采样了 非常的快 这是两分钟 他保存音频呢提供了不同的空间啊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这个主要是保存不同格式 这儿是MP3的啊 所以说我就直接保存成MP3的 我们来听一下啊 这是一个日文的歌曲 还是不错的是吧 好下边呢我们就来改写一下这一段啊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工作流 第二个工作流呢很简单啊 上面的标签呢我没有动 然后下边我把歌词改成了清华词的歌词啊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来听一下他的这个语言发声 能不能达到我们的需求 这有点混乱可能是我的歌词有问题啊 不过我们听一下这个咬字还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发音啊 这个中文的表述 这个并不像外国人说中文 而我上一班其实有点像外国人说中文 是吧 那就是这种方式 我直接改了一下歌词 那这个呢 其实我就把标签给改了啊 你注意啊 我这儿写的是男生 我们来听一下男生的一个效果 有点中国风的感觉啊 我觉得还可以吧 就是这么快 这么轻量级的一个模型能达到这个效果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下边呢 我们来听最后一版啊 最后一版其实呢 并不是直接来生成音乐 而是我现在上传了一版周杰伦的清华词 然后呢 我把这个进行一个VAE音code啊 只不过就是针对于音频的VAE音code 然后你要注意啊 我在这儿呢 其实使用了一种类似于叫Inpent的技术 我的采样呢 并不是1 而是0.32啊 当然你可以用0.3就行啊 这个是官方给的认为一个比较不错的值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我是在这个音乐的技术上进行修改 不是从头生成 这个效果呢 我不好评判 是好时坏啊 大家听一下 苏培勾勒出情话 比风浪转弹 平身描绘的牡丹 一如你橱妆 冉冉坦香 透过窗 心使我了然 旋指上走 笔指子隔一半 有色渲染 是女徒 云未被私藏 而你奄然的一笑 如汉堡待放 你的每一缕飘散 我们大概能听到原版的一些影子啊 比方说她的前奏啊 而她的副歌这一段 可能更像她自己的这个音乐 我们继续来听 那就是说这个副歌的部分 可能更像她自己写的啊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种方法呢 有好处也有坏处 它有原版的影子 而音乐的风格也相对来说 更接近我们想要的那个感觉 但是它必定是一个inpent 所以说呢 会有一些奇怪的音乐元素 比方说 不应该在音乐当中出现的转音啊 可能都会让我们觉得不太舒服啊 但是我觉得啊 就是AC-STEP提供的 inpent 的一个形式 的确是我们很少在音频模型上见到的 而且效果呈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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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